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 2016年参选立法会选举 被选举主任裁定他提倡港独 取消参选资格 陈浩天不服提出选举程请 要求法院宣告选举无效 高等法院今天裁定他败诉 法官欧庆祥就认为 在香港的法例之下 选举主任有权力决定参选人 是否获有效提名 包括是否满足基本法 拥护基本法的声明 选举主任也获法例付权 要求参选人提供其他资料 不只限于参考他的申请表格 今天陈浩天并没有倒停 但他在傍晚见记者 对裁决表示遗憾 又说以后都不会参选 当然我是不同意欧官的判决 非常失望 因为在共产党的威权 和香港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之间 他选择了站在这个法院 选择了站在中共的威权那边 陈浩天就说会与律师研究 决定是否再上诉到终审法院 今次判决就确立了选举主任的权力 但法律学者张达明就说 判词也表明了 如果选举主任不信纳参选人的法定声明 就要给他机会解释立场 如果人家签了法定声明 基本上都应该是已经接受的了 除非你是有些非常清晰 凌駕性的证据 是显示对方不是客观上 是真诚 是去拥护基本法等等 就是这样呢 你还有一步你要给个机会人解释 那个人是符合不了这个要求 你是DQ的嘛 就是指乎政府根本就是政治决定的DQ周庭 今次判决对香港人的参选权有重要影响 同样是今次立法会补选 被取消参选之间的周庭 他如何回应事件呢 我们稍后会跟进的 但今次陈浩天的司法覆核经历了年多 司法程序漫长 难怪有人担心 如果日后政府用不同理由DQ异见者 以后的选举又是否真正有选择的选举呢 政治事件一波占一波 民生方面近日都发生了一宗令人难过的意外 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会是默站一分钟来悼念事故中的遇难者 过去几天大家都为大埔公路的严重车祸感到心酸的 如何防止惨剧再发生令市民安心 我们今天请来两位嘉宾一起谈谈 分别有林卓廷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也有郭伟光是九巴员工协会的副理事长 欢迎两位 首先问一下郭伟光 今次事件发生了之后 你是一名资深的巴士司机 你的同事有什么情绪上有波动 其实大家都十分之沉痛的 见到意外发生大家都不开心 就会小心点开车 但是公司见到员工情绪都有些低落 有没有做些什么去帮你们释怀 公司有个二线电话给我们排解情绪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去辅导一下 有没有用啊觉得这样的措施 不知道有没有人打呢 好 林卓廷之前也提过 因为今次事件是怀疑车长的驾驶态度有问题的 你之前提过 不如为了一些新入职的巴士车长 作为一个心理评估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件事 我就知道现在入职的时候 巴士司机是要经过公司去查他的驾驶记录 就是有没有因为停牌啊扣分啊 以前开车有没有被检控啊等等的资料 也都会去做身体检查的 但是情绪和心理那方面是没有看到的 我们百几条人命交托于车长手上 他那个情绪智商面对危机面对压力的时候的反应是怎样 我觉得巴士公司是有必要去看看 而这个评估也不是说要花很多的资源去做 同意新入职的车长有一个评估 如果去到这么专业呢 应该有个专业的报酬给他们 因为如果入职 离开工或者来兼职都需要接受这个评估的话 那就一定不是这个工资的了 例如如果乘客有挑衅了 拿一部相机出来拍你 你自己会怎样做 会放在一边等他慢慢拍的 或者公司有没有什么政策 或者机制教你们怎样做 公司其实有曾经出过一些小冊子给我们的 他会教我们用一些魔术语 换为思考 去解决一些问题 尽量整件事大事化小 这次巴士司机就是一名兼职的车长 令人再次关注巴士的人手 人手方面流失率是否很高 我做了三十年九巴士 由我入职开始 已经是存在这个问题 它的流失率很高 很多种原因 薪酬太低 我说我自己做一个例子 1998年 都已经花了二万元个月 在九巴士 现在呢? 现在 当年我已经做了十年了 十年的年资 1998年我花了二万元 现在在九巴士做了十年年资的人 都没有二万元 是严重滞后了二十年 追不上通胀 所以我们都是建议 要大幅度改善巴士车长的待遇 因为工时又长 如果按照巴士公司所定的 每天的工作时数是八九个小时左右 根本就难以支付整个家的开支 所以很多人就要加班了 加班一加加到每天 十二个小时 十三个小时 那个休息是很不够的 两个人就觉得应该加工 但是现在似乎九巴士的处理方法 就是请兼职 兼职有多少呢? 以你所知 他就说有三百七十个 兼职多成点 绝对不是那三百七十人的公布数字 因为据我所知 我自己看过是2012年已经六百一了 是 2016年之前 那个交据立法会运输 交据委员会的数字 是一千一百五十 差距很大 九巴士那方面提供给我的资料 就说全职的员工是八千多个 兼职是三百多个 他就说那个比率是相当低的 而且他就说兼职的 其实很多都是退休的车长 或者来了职的车长 兼职其实他们的驾驶经验是足够的 不过我听完光哥所说的 我想我们要再和九巴公司 详细了解一下他的数字 究竟如何计算出来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里面最主要就是全职和兼职 很多种花款的 例如呢? 例如半年前左右 就将退休的车长 所谓R车长时薪兼职 叫他们转职做长工 转月薪 转月薪 就变成了不是兼职 有时超过一半人 就已经转了不是兼职了 另外呢 最近一个月之前 就请半职 一个月做三四天 一天做三四个小时 那就不是叫兼职 也不是叫兼职 那就叫半职 现在有全职 兼职 半职 其实你不可能 将兼职作为一个招聘的方向 不应该将工种变成零散化 最好是有限额 最多到哪里 什么数字 就兼职的数目 就是一个极限 会有一个比较安全的 现在是没有的 运输署的监管是很不足够的 要跟进一下 我想这个数字 我们要和九巴去澄清一下 今次看回这件事 政府就说会成立一个由法官领导的 即是独立检讨委员会 涵盖专营巴士的监管问题 以及行车安全等 就着今次这件事 两位觉得政府处理的速度 够不够快 处理今次事件的速度 我相信是够快 不过其实 这么多年以来 去监管整个巴士公司 业界政策 是碳慢板 碳了太多年 其实大家看到过去几年来 都是先后有不少的 严重交通意外 是牵涉巴士公司的 那个伤亡都很严重 我认为政府这么久以来 是对这些问题肆虐无睹 太长时间了 现在他亡羊保劳 尽快做 我觉得是必然的责任 另外有一个例子 例如上年 就有一个九月的 在长西环发生三死的 承巴意外 政府当时就说 运输署就承诺检讨 巴士车长工作指引 过了五个月 才知道进度是怎样的 我们巴士职工业联盟 巴士业职工业联盟 即是我们叫巴职联 期间和运输署开了两次会 反映了我们的诉求 我们的意见 要求他习服 也搞过市民签名 遞个信 很多行动 做了很多事 上个星期最后 最终于来封信 在今次以外 之前的一个星期 来封信 只是说 伤讨研究之中 五个月仍有伤讨研究 什么都没有做过 会不会觉得 政府一有些大事之后 才来解脱后知后觉 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其实问题 都是近年不断浮现 只是政府可能觉得 都还未够严重 所以一直拖着 我们觉得是很不满的 今次的意外死伤严重 政府亦都决定了 取消年初二的烟花会演 过几日就是新春佳节 预祝大家都出入平安 今天多谢两位 临近过年 上水这一带比平时更加人头涌涌 北区水货客关注组统计过 今年一月 这区与自由行 或者水货客有关的商店 有405间 比年半前增加接近一成 其中化妆品店 就由54间 增加到108间 关注组相信 是因为近年多了人 做化妆品的代救生意 现在在内地网站 搜寻香港代救 就可以找到很多 自称可以在香港代为救物的人 有别于以往的集团式水货经营 反映得到 有批人做代救的人 是有能力去支撑这个市场 所以令到上水这边 为何我们说 问题是恶劣了 我是想走所有行人路 但走不到 都是迫回来 要走回马路 现在这样已经拍了1分钟了 3分钟了 3分25秒才能入门 所以如果真的要搭火车的乘客 市民 其实真的很不方便 一个这么短 他能给我3分半钟时间入门 我自己可以说一句 真的令到人疯了 但是现在越近火车站 单车竞就 你看到了 人车欠路 现在不行 现在驾不到 我们的单车现在拍在果头 马会道 红绿灯那边 以前我们上水 又宁静很多 现在 现在 又不是一个 我都不知怎么形容 真是很繁盛 繁盛那头 出来逛街又没有了 应该就没有逛街 现在就很稳味了 对不对 而另一边商 筹备了两年半 原意是想吸引内地下的新田救物城 在今个月初开始事业 但是216间店铺 现在只得二十几间打开门做生意 另外有六十几间店铺 签了租药 但仍未有开业 真是十七九空 所以很多客人来到 很多游客来到 哎呀 没东西买的 所以就造成一个 不是那么好的效果 一种恶性循环 救物城提供免费接驳巴士 来往上水 元朗 和洛马州 每日 也有八班车 来往深圳福田 但是 在上星的日 下午四点 这班车 一个乘客都没有 来消费的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香港本地的市民 是佔了七八成 内地的 只是两三成 最多那天 一天有千二人入场 平时这几天都很少 只有八两人 那就很弱了 由城规会批准救物城 使用这块地的限期 到今年九月就戒门 黄定光说 是否可以逐期的确令很多商家 不敢进驻 你是香港人还是内地的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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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驾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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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尽量谷那些商户 早点开档 为了救忙 九密城两天前宣布 店铺只要在4月1号前开业 就可以免租到6月30号 有承诺 如果城规会在7月1号后 仍未批准续期的话 只会收六折租金 作为香港第一个户外的一个outlet 这个也都减轻了北区 居民的生活设施那种压力 我相信这个扣密城 整个意念会是成功的 去扣密城 他们都可能还要腾折一番 而他上水只不过是搭一程火车 就已经来到了 也都可以一次过买了 他们想要买的东西 上水已经是一个扣密城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在新田 再继续扣密城 究竟上水 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复 属于当地居民的社区呢 看来短时间内都实验不了 华马 就来到农历新年了 我想安居乐业的确是 不少香港人永恒的愿望 可惜这个愿望在楼价持续高期之下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达成 早前有发展商将南区豪宅重新改装 每个单位由原本1600尺 改成十几间房 每间只有80至200尺 这么大 每个月的租金要整8500至2万元 引来网民激烈讨论 其实很多香港人 都是越住越小越住越贵 至于经济能力有限 但又有住屋需要的年轻一族 他们的心理压力又是怎样呢 楼市刺热 发展商密密加推新盘 游市建局 和两间发展商合作的单栋新盘 土瓜环进回 首推平均截实尺价要19000元 早前市传收到近3000票 即是35人争一伙 入场费最少400万 但被形容为劏房新盘 实用面积最小221尺 这个没有房的261尺单位 进去已经忘记了 本身是窗台的位置 可以变成沙发 坐得舒不舒服 就见仁见智了 这类小单位 甚至再小一点 200尺都没有的纳米楼 到今时今日有家有市 香港人越住越小 已经是大趋势 心理上又应该怎样自存呢 这个没有三部 其中两部都可以进去 Haley和Andy准备明年结婚 这日来到屯门看二手盘 希望找到他们明天的居所 都挺大 看上去 对 这个多少尺 它见了是370尺 实用是315尺 这里就看到团室厅那边 两人刻苦存钱两年 曾经期望买新楼 但发现只有兴起的纳米楼 贴近预算 但他们没有兴趣买 买单位始终太小了 感觉上就好像用一个很高价钱 买一个很难受的生活给自己 而且便宜也要四百万 四百万 普通人来说都要供三十年 如果三十年买这么小的楼 又好像很辛苦 串分两就用来供楼 也有些绝望 先后看过近十间二手楼盘 权衡过买楼和保持生活质素 他们还在挣扎 不过很大机会都不会做楼奴 最初是真的很苛刻 因为都很想买一层楼 真的拆住每天只可以用 譬如多少十元六十元 一个星期放假的话 可能用一二百元 就全日 看一场戏都要做一个游戏 没错 很辛苦 有没有课金和打机 那我又没有这方面习惯的东西 都不能课 不能课 不买楼改租楼 其实一样越租越贵 越住越小 位置港岛南区的迷你海洋站 前身是豪宅 发展商看准市场需要 将两栋三层的单位 拆成大约二百间的小房 每间房有独立厕所和高架床 但却没有厨房 最小的单位80呎 租7500元起 最大的单位200呎 就要两万元 另外住客有共用空间 外间曾经批评 这里是豪华劏房 人现在就有个问题 可能是他看到这种东西 就一定会是反应过大了 一定会是质量了 其实我们是否劏房 我相信大家会有目睹看得到 近期的新闻 马桶就在床旁边 我可以100%告诉你 我们绝对不是 我们主要是用一个 可以让人接受 而又不是真的很离地的价钱 因为我们始终都是想推广 这个共享生活这种东西 这里去年8月开始房租 到现在已经租出六成 我对我来自便的地方 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所以我可以拒绝 我认为香港人 是要得到10,000元 在岸上 我没想到 不过对大部分年轻一代来说 都是只能够负担到贴地一点的租金 其实这里前前下下 全部都是劏房 6A Kate从事酒类及食品批发 住在九龙的最中心 旺角的劏房 租金占人工四分之一 刚好 真的要不需要这样租呢 其实 应该不可以租大一点 这里150尺左右 月租4,900元 分部来说 藏一张 我穿的衣服 我租这里 是会按照这里加租金的幅度 真的去到我都觉得 承担不了的时候 就要稳定下一间 所以搬家的线路 就是每两年三年搬一次 其实除开的赤价比租金更贵 但我们住的地方 我们住的质量比他们还差 钱越比越多 你住是越来越差 我尝试和Kate 落楼下走一趁 了解她的日常生活 以前租金没有那么疯狂的时候 个人都轻松一点 多一点心神去消费 但是对着这间屋 楼下就有很多人 多事不如少一事 不就会令到你越来越 只想留在床上 我试过最夸张是 星期六日两天 没出过街 连东西都没吃过 你不是特意去不吃东西 去省 而是你觉得 洗来都没意思 会是因为你整个生活态度改变了 令到你变相少了 但是生活逼人 想住大一点 付出的分分钟要多一倍 你能看见那边 那些稍微舍一点的厕楼 二百尺而已 但是租金起码是贵一倍 九千八至一万 除非你只可以要一间屋 抱住过世 你不需要其他东西 我想以一个 我自己做例子 我生活不了 楼价不断上升 大部分香港人的负担能力有限 结果只有向小单位低头 四百三十尺以下 私楼落成量 2015年还维持在二千个左右 2016年突然急升近一倍 到去年去到接近六千九百间 再小一点 二百一十五尺以下的纳米新楼 2012年录得是零 13至15年 每年落成量不足一百间 去到2016年 急升去到二百零六间 本来买四百尺 你见贵得太 承受不起 就买一间二百尺 就将货就价 这个都是市民居住需要 这类的纳米楼 近这一两年就很市兴了 你说健康 就不敢说是健康的 因为照计香港繁榮 是应该大家享受 那个尺寿会越来越大 也有业界人士提醒 年轻人买纳米楼之前要三市 现在推出纳米楼 就是透支它们扣买力 你们年轻人 有些人听到 根本未必需要用它买定先 有些人说靠附葛 有些人甚至靠祖附葛 今天买纳米楼就要小心了 如果你不去新楼盘 这些纳米楼是很难放出来 为什么呢 新楼盘可以有公寸数案件 年首楼没有公寸数案件 社会始终是靠年轻人 要年轻人 无端端背了一笔债 或者很难还的债 那个心态不同 我捱都没用 香港众志的周庭 晚上就要见记者 他对陈浩天败诉表示失望 认为香港人的参选权不被尊重 他说会倾向提出选举情请 不过还要跟律师团队讨论 我们今天星期先谈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 再见 下星期再见